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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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精彩的画面 抓捕只是一瞬 而侦破却用去了警方整整一年 2010年7月在对全市娱乐场所例行检查的时候 湖北省实验室警方在一个歌厅的包厢内发现有人在聚重西式毒品 包厢里这个茶几上放了有锡壶啊 包括锡纸啊 一些锡毒工具 起来 一起聊一起聊 来 你们一起 几个锡食毒品的人被带回了冬月公安分局行侦大队 他们吸食的毒品化学名称叫甲基文饼案 俗称冰毒 他们这个手上这些冰毒啊 都是从一个姓丁的这个男子手中购买的 这个姓丁的40多岁就给他们交代 这个姓丁的贩毒者家住在实验室某小区内 很快警方就找到了他 出来了慢点下车慢点 走路慢点 抓获以后随后就到他家进行搜查 搜查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封装袋 还有电子秤 以及麻果就是大约有四五十颗 冰毒有二十多颗 这些东西都封装好了 脚部量还是比较大的 这么多的毒品 那么丁某的上家是谁呢 老丁 这个冰毒的收拾了一些冰毒是常来的 丁某交代 他的毒品是从乡邻的老和口市 一个叫波哥的人手里进的 这个波哥真名叫张绍波 警察在公安户籍网上找到了这个叫张绍波的人 经过丁某的指认 他就是卖给他毒品的上限 这起贩毒案件从歌厅被发现 到丁某被抓获 再到丁某供出张绍波 侦破的过程意外的顺利 但是警察在丁某的交谈当中 丁某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格外的警惕 你跟我说是火车在那里 他说从好像四川那边吧 火车的情况你还了解哪些 你说说 好像原来他们说的 从四川那边要带个人过来 好像说是他们自己好像要做 要做这个东西 要不动的人过来 在这边制度吧 从四川带人 他认是四川的谁啊 那我都不清楚了 近几年来 由于警方对毒品犯罪 一直采取高压的态势 贩毒的案件 在当地其实已经很难见到 那么这个叫张绍波的人 真的是既贩毒又制度吗 意外的发现 让侦察员感到事态严重 在我们得知张绍波 还有制度的情况以后 这个消息以后 第一个我感到很吃惊 他在城区的贩毒量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加之制度 这个社会危害性 就可惜而知了 侦察员驱车一百多公里 来到了张绍波所在的老河口市 缜密的调查之后 找到了他现在居住的地方 这个打开车门 准备上车的人 相貌与警察打印的图像 是能对得起来的 但警察没有贸然上前 警察要找的 既是张绍波这个人 更是他制造毒品的那个窝点 一方面通过小区群众 警方对张绍波有了更多的了解 另一方面 警察的眼睛就始终没有离开过张绍波和他的车 头三天 他并没有什么异动 丁卯因为他毕竟指出这个人了 张绍波就是他的上相 越野车黑色的 也是没挂牌照 这个也跟丁卯说的比较一致 我们坚信通过几天的调查 他的监控能够能发现的情况 在侦察员蹲守的第四天 张绍波有所举动了 他拿着一个旅行包和司机一起离开了小区 他这是要去干嘛呢 我们分析他们肯定是干啥事 但是具体干啥事不清楚 我们就想经过跟踪来确认一下 大约40分钟以后 这个车就到了古城火车站 到古城火车站以后 这个张绍波一个人下车进站了 然后这个越野车挑了个头 就离开火车站了 其实离张绍波的住处最近的是老河口火车站 但是他没有在老河口火车站上车 而是很反常的 从距离老河口40多公里外的 古城火车站坐了古城 我们马上通过跟铁路公安机关进行联系 因为现在火车票都是实名登记的 经过铁路公安机关的查询 就是查了张绍波做这个车票 是往成都方向去的 张绍波是去了成都 侦察员联想起 之前那个丁某被讯问的时候 他曾经交代过张绍波是要去四川请制毒祭师 那么他这次出行就是这个目的吗 跟成都铁路又进行联系 张绍波跟成都又订了去哪儿的票 希望他们实时查询 一有情况就给我们反馈 果然在张绍波离开老河口的第五天 成都铁路警方通报 张绍波乘坐的K352次列车要回湖北 而和他一起订票到老河口的还有另外的一个许某 查询得知 这个姓许的是四川当地人 他来湖北的目的是干什么 尚去进一步的核实 张从成都过来车子还进站的 这个一定要认识 覃及到车站号顶他 不 你到站站号顶他 发现目标是不 马上给我发个单信发过来 我们从外面 denial 很快 张绍波走出了出站口 他不是两个人呐 这不前面下来了 车站出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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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分开了他们呐 他怎么不上车呢 他是不是没上东西还上车呢 但是我们发现张绍波出来以后呢 又没有上他的车 就直接到进站大厅 那不是张绍波吗 张绍波在观察了二十分钟之后 迅速下了台阶 坐上了他那辆黑色越野车 离开了古城火车站 因为怕惊了张绍波 警察没敢停车 这一次在古城火车站对张绍波两人的跟踪无果而终 跟张绍波从成都一体回来的人戴着墨镜 出了火车站就直接上了张绍波那辆黑色的越野车 这说明呢 他们俩是相互认识的 而通过之前张绍波的下线丁某的交代 说张绍波呢 要从四川请人回来制毒 那他从老河口市出发的时候只是一个人 而从成都回来 身边呢就多了这个戴墨镜的人 所以警察推测 这个墨镜男应该是张绍波请回来的制毒技师 警察分析 一辆越野车目标大 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 只要他在路上行驶 那么他就应该会留下记录 在当地交警的配合下 侦察员仔细地查找了 在他们跟踪时间段内所有的路况 那个车进老河口 从老河口大桥进入老河口以后来 往这个殡仪馆方向去了 侦察员悄悄地赶往了老河口市殡仪馆 在周围的小区里开始寻找 他们终于在一个居民楼下发现了那辆越野车 但也就在这同时 他们的位置也被对方发现了 侦察员所乘的车辆被驱赶了 同时 张绍波的那辆黑色越野车也立即消失了 警察再次来到老河口市的道路视频监控中心 那辆黑色的越野车再度被发现是在老河口上高速的路口 断了的线索被续上了 通过对高速路口监控画面的查阅 侦察员发现 那辆可疑的越野车最后是在距离老河口市70多公里外 另一个城市 襄阳 吓得高速 而且此后 连续三天 这辆车的行程都是如此 这车就是最近的两三天啊 每天很有规律 连网每次早上走晚上回来 侦察员随即又赶往襄阳市遁守 一直跟到这个蓝板市场 相反一个蓝板市场 很大的一个市场 就发现他这个车停到这个蓝板市场那儿了 侦察员所说的蓝板市场是襄阳市的中南板材市场 市场位于襄阳市樊城区前进路上 这里交通发达 人流密集 而在建材市场的后面 是相邻的几栋居民住宅楼 那辆黑色的越野车就停在了居民楼下不远处 为了防止再次暴露 这次侦察员是以散步的形式 对着几栋居民楼进行了细致观察 到移动楼房前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年轻人对过往的人进行四处掌握 我们发现这可能是张少波留下来的放哨的 外卫的放哨的人 只有这个放哨面关 这边你们是怎么确定的这两个楼 就是张少波这个楼莫见的具体的意思 发现张少波把他存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楼的楼面 这是上不去这楼楼的 继续往前走 这儿有个道的 就是这两棵楼 这两棵楼边上 这儿有个围墙 把这棵楼给割开了 侦察员进来以后 在这个道子往右拐的这个地方 发现有两个可业人员 对我们这个侦察员进行警察 非常警戒 我们最好肯定用夜间对这种楼房进行进步的 认真仔细的争辩 为了躲过对方的反侦察 警察在南板市场后面找到了一个制高点 从这里看下去 那几个张少波的耳目尽在眼底 观察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了小区几个出口 也有些闲产人员 也都是好像在放哨 就类似放哨这种 边上有车 他也去看看 这几个人的一再出现 让警方进一步肯定 张少波和他那辆无牌的黑色越野车 停在这里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他要是在居民楼内制作 这个有毒气体必须要排放出来 白天他是不可能制毒的 他声音又大气味又浓烈 是不可能制毒的 他有可能制毒的时间就是夜晚 侦察员分析 如果张少波是在晚上制造毒品 那么灯一定会是亮的 通过几天观察 他们发现两栋居民楼里面的那栋 四楼有一户人家有些异常 但是在接下来的12天里 除了深夜这户人家灯亮了之外 警察并没有闻到刺鼻的气味 而根据警方所掌握的知识 制毒是必定会有气味的 为了能知道那户人家是不是制毒的窝点 侦察员在第13天中午时分 确定周围可疑人员都去吃饭的情况下 冒险对这所可疑的房子进行了摸牌 这个四楼门外听了有十来分钟 突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音 而且还有人称呼波哥 还有一些什么烧杯啊 什么马王树之类的对话 通过这种方法 这种冒险的方法 确定了这个张绍波居住这个屋 应该是他的制毒窝点 专案组尚未采取下一步行动 从那个传出谈话声音的屋子里 却突然走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跟张绍波一起 从成都回来的那个徐某 徐某提了行李箱下了楼 又是去了古城火车站 他这是要离开襄阳市干什么去呢 我们冒险就是是不是毒品 已经制成了 但是这个到底自为制成 我们也不清楚 屋里的情况 整个情况只有他知道 是吧 因为这种情况 我们不确定的制成 我们也不能动其他的人 从订票信息上反映 徐某这次是要回四川老家 侦察员果断在火车站把他拦下了 通过审讯 警方得知了徐某的来回行踪 以及他在襄阳为张绍波所做的事情 因为自己的业务水平不够高 没有造出冰毒来 那天中午 侦察员之所以能听到 他与张绍波的说话 徐某说 就是因为他老是造不出东西来 张绍波有点着急 所以说话的声音才高了一些 最后我就是好像就是加热过度 还是什么回事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 反正就是里边阳阳阳的 然后也不敢不敢再继续 窗户封的比较紧 别的气味比较高 然后我说不敢开窗户 开窗户怕别人发现 你怎么认识张绍波的 在成都 徐某说他和张绍波并不陌生 之前徐某在四川当地吸毒 因为没钱买毒品 就自己学着制毒 而且他还制成过 张绍波去当地贩卖毒品的时候 听到了这件事情 这样他们就相识了 然后你现在懂一点化学 那我们过来看看 之后就跟着张绍波坐火车过来了 时间长了 徐某对张绍波的贩毒圈子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徐某因涉嫌非法制造毒品 被警方依法拘留 侦察员分析 张绍波想要的东西 没有制作成功 他应该不会甘心 我分析就是前期张绍波 四毒没有成功 但其内肯定会进大量的毒品回来 进行贩卖 来弥补他的经济生死 果然之前徐某所交代的 那个帮张绍波从四川贩运毒品的 韩红林已经又悄悄的去了成都 而在韩红林走后的第三天 张绍波和他那辆黑色的 没有排照的越野车 又到了老河狗市汽车站 一路跟过来的侦察员 蹲守了不到十分钟 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一个大包 快步走到了黑色越野车旁 他拉开车门迅速上了车 离开了 侦察员辨认这个人就是韩红林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长都客车站没有抓他呢 因为张绍波那个车没熄火 他突然之间一拉门就上去了 我们车离得比较远 你那时候冲过去 他开车逃跑有可能把他惊了 这个抓捕条件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交代跟踪 这辆黑色的越野车在市区里 转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了一座居民楼前 韩红林拿着包走进了一个小屏房里 随后张绍波也跟了进去 现在他们俩都紧客了 毒瓶坑在他们身边 现在对我们说是个机会 一出来我们开始等出 张绍波不关他们是一气出来 还是先出来一个 我们先把门儿控制住 同时抓出来了个人 张绍波出现了 张绍波的身上就带着毒品 这是一个手机盒 但是里面装的并不是手机 而是五代白色的粉末结晶体 经化验这些白色粉末结晶 就是甲鸡本饼案 也就是俗称的冰毒 这五代总重250克 另一组侦察员 对留在屋里的韩红林 也进行了抓捕 他手里的东西 可让在场的侦察员开了眼界 从他所带的包里 共缴获已经分装好的冰毒 1750克 张绍波落网 张绍波落网 但这仍然不是案件的全部 制度的朝鲜 其实另有所在 贩毒制度 罪行累累 到头来必然害人害己 你到底是个病吗 干吗 因为你所有的读书 都要去靠肝脏去分解 敦守制度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张绍波帮你干活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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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在煎乳 制度的 嗯 那几个点 在哪 嗯 没有 嗯 就是我 张绍波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来印证 你那个涉嫌犯的制度的事 现在这个 不交流的孩子 他们导致那个 受到最重的状态 你知不知道 我根本就被他夸 另外有些人 他们有些是在 嗯 该他夸的 没夸 啊 张绍波拒不认罪 但是 他的同伙 很快就开了口 这些 冰毒是从哪来的 嗯 从 城中买的 是你自己 全部买的 啊 张绍波 花了多少钱呢 啊 40万 40万 从谁那手里买的 这个 带哥 带哥是吧 这是谁联系的 是张绍波联系的 即使张绍波不开口 只要证据确凿 并不妨碍认定他的罪行 从韩洪林的嘴里 警方又听到了一个 四川人的名字 带哥 侦察员立即赶赴成都 对为张绍波 提供货源的上线戴某 实施了抓捕 带哥在 在成都批发市场 有个蒙面 就提供了有电话 我们通过这本 审讯的手机号 去对了个蒙面 把这个带哥找到 随即 他们又转战至老河口市 对张绍波其他的下线 也进行抓捕 这也就有了节目开始时的 那次抓捕行动 正当我们要准备 将这三名篮子带走之后 楼下正要传来的消息就是 有一名篮子正在从阳台 往下面攀爬 哎 抓住了 一 下 好了 下来 下来 不要动了 不要动了 他弄什么 抓住 把头 不要动了 当时侦察员火速跑上了三楼 打开房门将嫌疑人抓获 在对他们的住所依法进行搜查的时候 发现了大量吸食毒品的工具 在对襄阳市南板市场的那个窝点的搜查中 警方进而发现了制毒工具 四十多件制毒原量三公斤 我国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五十克毒品以上就有可能面临急刑 那张绍波有自己的贩毒网络 他为什么还在准备制毒呢 那是因为张绍波的团伙制造 还领有一个姓郭的毒销 他手里的毒品居然都是自己制造的 那么所获得的暴力要高于自己 所冒的风险又少了很多 张绍波这才心有不甘 也正是根据张绍波手下的供述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这个 已经制毒成功的郭某 根据嫌疑人提供的这个郭某的住址 这个已经能够成功制毒的窝点 随后也被警方打掉 除了制造毒品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工具之外 侦察员又在郭某处发现了 已经制造好的冰毒300克 这起案件是我事见识以来 侦破的最大一期制犯图案件 这个案件共抓获各内 事案人员44人 缴获冰毒7000多克 麻果4000多粒 制冰毒半成品20亿公斤 各内制毒原材料11亿公斤 这个郭某是从2010年开始制毒 他制毒的方法是从境外学来的 从他两年前开始制毒 到被公安机关抓获 这期间他通过制作毒品 一共谋取毒资200多万元 可以说这个郭某他害了很多人 但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才知道他其实把自己也害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指 他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今天说法正买获冲 你们到底是什么病 干吗 因为你所有的毒素都要去 靠肝脏去分解 这些东西常常都靠手去接触 鼻孔去吸收这些东西 病情会加重 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就这么面对着 我们觉得 我没有过来的学校 看到了什么 什么兼顾的 可能也不会去做什么 万事都是